你好, 财经揭露, 大家好 这一片播出是1月17日, 大家好 港股会讲一点点, 因为都很不幸 跌穿16,000点, 已经15,900点跌穿 但今天主要是讲美股 没错, 韩智光, 7天前 我们讲中殖集团破产, 中央组有预备 中央真的有预备, 现在谁讲中殖呢? 没有事发生, 是不是? 中殖这件事会不会形成一些枯渥呢? 订货的时候没有说这批货是中殖的, 是不是? 那我真的回答不了你, 有没有影响? 我不知道, 那块货是美国佬还是中殖的? 我分不了的, 是不是? 所以整个传媒, 还有大家有没有再提呢? 没有什么人不再提呢? 中央真的有预备的, 中央是有预备的 科技股转弱, 这个星期看到了 恒芯有机会下市15,000点 那当时, 当时我没有说一定会下市15,000点的 我记得, 我记得, 我记得就是, 是啦 就因为下面有脱油症, OK? 所以我就觉得有风险, 下去下面 那时候就有16,000多的嘛 跌穿16,000是有的嘛, 机会的 是这么密的啦, 跌穿16,000 所以15,000多一定会见到的啦 会不会穿15,000呢? 不敢肯定啦, 现在 那你现在, 你现在说什么 你今天跌呢, 你说什么都是理由来的 因为基本上呢, 你的命中率很高的 因为内房又有人52周低 香港银行又有52周低, 是吧? 什么什么又有历史新低 你就是你, 何子哥是随便批个原因 你都中的, 很难不中的, OK? 但是有一件事情呢, 我觉得是一个原因来的 麻烦你, 何子哥, 那个牛红症 在那 下面那张呢, 就是昨天的 那就是, 看年财演的Facebook那里展出来的, OK? 你看到就是, 在16,100至15,700那里呢 是几多牛的, 其实有成五千多张 那所以, 炸下去咬呢, 就不出奇了 但是, 今晚我看的时候呢, 那些牛没有走啊 那些牛没有走啊, 还在那儿移了位啊 你看看, 上面那张是何子哥 在15,700那里呢, 有差不多接近二千张 那一万五千六百一千, 一万五千五百又一千 一万五千五百又一千, 这些这样的阵式 那, 其实, 大家, 如果这班是散户啊, 那个机会都多啊 那。。。 那么, 那么不 quién便打スト V、П、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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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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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bother、P、PP、P、P…P… 那。。.% explicitly我看, 得 sempre旦争相有感受感受 那有及到看看其他的 johnson , asiBDel感じ natives 与ouring的房 Sideki, sophie remote gehen 那些 cess qui的口会即是 divulged 看到跌300.2%,科指跌2%,国指跌1.9%,上证就没跌,我们真是阴公诸,上证不跌我们也要跌,上证跌我们也跌 200.2%是国企指数基金,52周低位,我们是全年低位的,国指指数也是很大机会全年低位很近 另外688,中国海外三年低位,蒙牛这些以前的内需股的好股就三年低位 恒新银行又再三年低位,就是八年低三年低,中银是三年低,那之前一段时间比较强的3033 科技股指数是52周低,轮到汇丰真的跌了,汇丰一个月跌低位是3%,今天跌了 港交所竟然跌4%一个月跌,那如果数据一抽,这数量也多,其实什么都有啊 那么,那弱势一推就要有人附回了,于是这样跌下来,如果大户是见低,他们买过的就越买越低的话,那都挺开心的 那我们再看这个3033科技股指数吧,那经过一个横行区之后呢,大概一年时间 也有十年时间的横行,那结果现在是穿了个位,你看到我黄色圈圈圈了,那都转弱了,那看一下发展如何了 因为这么久以来,那它也算是最强的指数来的,那接着呢,何止哥,那我们看看星期五 星期五呢,就美国,我们过去讲美股,那星期五的时候呢,就是,美国12月CPI的,那按年升3.4% 超出雨期3.2%,那十年期债息就震一震,那当晚呢,其实你看到呢,就没什么反应的,整个市场 那反而那些金啊,银啊,就走了上去啊,那天然气因为天气冻啊,加拿大极冻啊,是不是啊?何止哥? 呃,问下四十多度啊啊,中部,是啊,那所以那个电脱货就是抽过那八个百分比赛 不过今晚呢,就跌回十三个百分比赛出来,这些人都瘋了,那就那就,顶体上呢,就是没什么特别反应的 比较平的,那你看见我那辅图的公帄体呢,就有丹过,然后急跌回,回到原位 其实美股那边都是负负,但是出过这样的数据,理论上来说,应该减息的希望少一点 但是我又看到,今天虽然美股下跌,但是又没什么听到人说减息预期会低 何展哥麻烦你现在报价 现在我做节目那一刻,道指就跌了193点,都是等于没动了,那么少 NASDAQ就是升了23点,就是等于没动了,14974 S&P就跌了13点,就是等于没动了,4769 美元应该更强一点 这个美元指数就升103.2,就是升上去,因为日圆很弱,快要穿147了 那就是没来没去啦,OK 那么近期就多了人就尝试去解联署局的金融战 那我今天用一点时间讲这个话题,他们的金融战 现在,现在究竟是什么手法来的呢,为什么? 为什么这些数据就是这样,通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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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 他们联署局就说,喂我不减息的 但是华尔街就当正减息来炒 那当然是什么葫芦,什么药,怎么怎么这么搞呢 那何止刚刚刚刚刚说,胜利惊天方言 那当然了,美国开启另类的真战 那什么方言呢?那其实他,杨风是指呢 这个耶伦说这个美国经济实现远着陆 实现远着陆,那怎么说这句话很特别呢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那我们看多两篇文章 我们就知道了,第一就是特特恩,今天整出来的特特恩 那他对美国的情况有什么来说呢? 他就说,美国财政支付的债务利息金鸭是2015年的两倍多 美国必须发行更多新债来偿还利息 那就是什么事情呢?就是 耶伦讲远着陆当然是正啦 那就是,美国什么都回复了 那这些东西就开始慢慢增长了 但是事情有没有这么简单呢? 那背后,葛特恩就说,喂,其实 其实你美国财政部支付的债务利息金鸭是很多的哦 你花很多钱的哦,欠人家很多钱的哦 还息你都搞不定哦 那耶伦就说,没事,没事,我们软着陆 那另一边的商呢就是,因为他要还息啊,他的债务那么厉害呢? 所以,今年来着呢,美国要发很多新债的 那说真的,跑惯江湖的银行家 大家不明白究竟发生什么事啊 你这样发生了,谁相信你呢? 是不是呢?你欠这么多钱,你是不是还到呢? 谁相信你呢?心里面这么想 那于是呢,爷姨啊,各个联储公,美国官员就说 喂,我好备的啊,我们好备的啊 那在后面,离手,就会发更加多的美国国货债务 那其实在这个环境里面,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但是,这个不可能的任务,联储局是要完成的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发更加多的,就是美国货债务 是要做这件事,发更加多的美国国货债务 你填他们的息,OK? 好了,第二件事,第二篇,麻烦一下荷兰银行那张,谢谢你 在这 在这 12月的数据,见美国通胀已经开始回升了 不要说减息,随时还要加息 这个,我好像中了一点点 之前半年的通胀跌,只是前年基数高造成的假象 现在呢,开始见增长,另外呢,中东局势也会加剧通胀 之前提过了,滞涨是高通胀,低经济增长 到时呢,美国的高息呢,但美元是会跌的 破坏性更大 嗯 多谢荷兰银行啊,你帮我们很清楚解释到那个现象 那为什么美国不可以远着陆呢? 为什么美国的经济本身是真的病呢? 为了经济病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就是滞涨就是一种经济的病来的 通胀又高,经济又不好 是吧?就是低经济增长嘛 那其实就是,除了通缩之外,滞涨是相当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你经济不要又要控制那个通胀,你又要加息 经济不要又要加息 那我只是说,国家欠人家这么多钱,你要发财 那如果被人释穿了,原来你是滞涨的,美国是滞涨的 谁肯买你的债啊? 你现在这么低息,四厘的债,五厘的债,别人肯买? 是不是啊? 所以那时候,美国八零年代,七零年代那时候 那些息口搞到十几厘了 就是因为,它控制不了通胀 那你要发财的时候,那你就要十几厘那样发财 高过通胀的东西,不然谁要你的债券? 那我刚才说到这样的事情,到了发病的时候 美国高息都没用的,美元一样会跌 那别人买你的债券的时候,也计算你的美元要跌的嘛 所以要更加高息,你才能引到别人,买你的债 所以,这个就是,我相信是背后的真实的,有机会发生的事情 那美国政府,美国的大官当然知道了 那现在就要变魔术了 所以,怎么变呢? 那我们留下一个节节讲的,何志光 嗯 没有投资意见,纯粹吹水啊,OK?好 好,先这样吧,拜拜 拜拜